大家好 歡迎你們來到這個協恩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 頗長看看 就是HKCE2002年的PayPal1第12條的長題目 這條是有關於Astatistic統計學的一條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我退下一點 有200名學生參加了暑期閱讀計劃 下圖顯示了參加者閱讀數目分佈的累積頻數多邊形 英文是甚麼呢?就是Cumulative Frequency Polygon 可以嗎? 看看有這幅圖片 看看後面問甚麼 我們逐一擊破吧 Apart 下表為參加閱讀書目的頻數分佈表 英文就叫做Frequency Table 它就叫你利用上圖的圖像完成這個表 這個表看一看 其實它是分開的 它不是累積的 就是Frequency 就是介乎在0X的閱讀數目 在這裡有說的 就是X是介乎在0至5本書的時候 有66個給了你 當然這裡有些獎項 如果你真的看到0至5本書 你就拿certificate 即是證書 拿5至10本書 看到5至15本書 就拿書券 book coupon 如此類推 有些獎牌 金文銅牌 最厲害的金牌 而事實上 它叫你填這些小孔 或者這樣說 66你會怎樣看出來 先研究一下這個 其實在初中的時候 已經教過 看看這個表 因為66是介乎在 看書數目0至5 所以不如我用一支綠色筆 好嗎? 用一支綠色筆 其實0至5 即是我們在書本5的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是月書數目 0至5本 不如我們就在5本這裡 就真的畫它出來 在這裡拉一條綠色的線 拉回到curve那裡 之後你就在這個位置再拉過來 你不難發現 不如我放大一點點吧 你不難發現 我畫好一點點 你不難發現 這個位置應該就是 66來的 所以我更新資料給你 這個應該是66 所以其實 換言之 怎樣去計這個table裡面的66出來 它不是有一個66 其實這裡應該是 如無估計錯 我覺得它就會是66 再減0 即是等於66 因為它這個表是累積的 記不記得 所以其實就是說 0至5的有多少人 零個當然有零個 零本書 而看了五本書 拉上來看有66個人 累積了 爆升 然後第二個組別 就是 5至15本書 有多少人 5至15本書 有多少人 看看 你看看 我又拿一支六筆 5至15本書 即是 你逼我在15這個位置 15本書 拉條線上去 所以我在這裡拉 拉給你看 做一次給你看 不過這裡有點耐性 我拉上去 來到這裡停 OK 之後再在這個位置 拉過去 過去看 你會見到 這個位置其實是100 其實在五本書的時候 你累積了66個人 0至5本書 剛剛去到五本書 看五本書的 有累積了66個人 而在看15本書的時候 累積了100個人 即是100-66 所以其實 換言之發生什麼事 即是說 現在這個項目的第二個位置 應該是100再減66 所以理論上 100-66 應該都出是 34 應該就是這樣填 可以嗎 至於這個 介乎15至25本書 即是說 在25那裡 對 我們又拉條線上去 25那裡 即是在這個位置 拖條線上去 好了 之後再在這個位置 拉條線過來 你不難發現 其實這個位置 應該就是 144來的 即是換言之 所以介乎15至25之間 的15 就是在這裏拉上來 即是100 而 144拉過來 25本書 就是144 即是144-100 是吧 所以其實在這裏 如果是怎樣出來的 應該有無意外 就是 這裏是多少呢 看先 是164 寫錯了 這裏就是164 先更新 這個應該是164 就是164 再減100 所以出來應該是64 至於下一行當然也是這樣玩 這個介乎在25至35之間 所以25至35則是在35那邊拖線上去 所以我在這裡拖 拖到這個位置停 之後就在這個位置拉過來 當然當日做的時候要用間尺 如無意外 你不難發現這個應該是190 我畫得差 如果這個是190 即是一樣玩法 介乎在25至35 25拖過來 這個位置就是164 而35拖過來就是190 即是換言之 你將這兩個答案 190-164 應該就會出到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 我也更新它 這個位置應該是 就是190 再減164 就會是 26 當然 最後的格 為甚麼這個是10 因為其實它介乎在35至50 不過其實你不畫都知道 在50那裡 最後應該有200個學生 所以其實你的象徵式都看一下 拉上來 來到這裡 然後拉過去 這裡就有200個學生 所以其實你就拿回前面的一項 35至50 35就是這裡 即是190個學生 這個位置 是190個學生 即是這個 50個學生 50本書的時候 就是200 所以應該如無意外 你10那個是怎樣出來的 那10其實就應該是200 說公仔說出槍 寫給你 就減190 那就是出10 當然 這條題目的要求 就是叫你compete table 即是說 你只寫34 和26 就可以了 當然我給你一塊詳細的數字 看看我怎樣搞出來 可以嗎 OK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繼續到Bpart那裡 好嗎 Bpart 它問甚麼呢 Bpart在這裡 它就叫你利用上表 上圖 Sorry 用上面的Figures 它就叫你find the intercorder range 即是四份位數間距 of the distribution OK 如果你找四份位數間距 你給我做 我立即自己就會覺得 你要先找了Lower Quartile 和Upper Quartile 不如我用一支紅筆 直接在這裡做 好嗎 免得開頁 那Lower Quartile 如果你給我 這個呢 這個是Bpart 我可以在這裡記錄 好嗎 我先拿一支藍筆 Lower Quartile 如果你給我做 我就會覺得 我要先找它 即是下四份位數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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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樣在圖上看到Q3和Q1呢 其實我都說 因為你現在總共有200人 按細節大排列 原以200人之後 其實你什麼叫做Q1 就是它的25% 即是四份一人 所以就是200乘以四份一 即是乘以25% 你不難發現 其實大約在哪裏呢 就是50這裏 所以其實在50這裏 如果我是你 我就會拖一條線下去 看一看 看看Q1 所以其實我如果這樣拖過來 我拖一次給你看 拖到那裏 然後大約在這裏拔下來 或者我畫得差 大約在這裏 然後在這裏拖下來 大約 目測 大約 好嗎? 就是 你合言之成理就可以了 大約 因為一定有個誤差 這個應該就是4 OK? 而這個4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的Q1 即是下四份位數間距 可以嗎? 至於Q3就是哪裏呢 Q3就是按細節排列之後 第四份三個人 即是第75%個人 如果你這裏有200個人 那你乘以0.75 即是乘以75% 那你不難發現 那個Q3應該是第五 150個人 即是這裏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的 巧不怕夠 拉一條線過去 然後再拖下來 所以 其實在這個位置 我都會發現 這個應該數下去 兩格為1 對嗎? 22 23 應該這個位置就像是23 而23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經常說的Q3 對 即是上四份位數間距 所以我現在會知道 我會更新資料 對 下四份位數就是4 剛才解過給你聽 而上四份位數是23 所以 即是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讓我做 所以 你便回答 你便回答 四份位數間距 英文就叫 interquartarange 好 好 就等於 將 Q3 即是 23 再減Q1 即是23 減4 所以最後出來的答案 應該就是 19 整件事搞定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再去另外一個CPark 看看他問什麼 CPark 他就說 在獲得獎牌中的獲得獎牌者中 即是隨機抽出兩個參加者 求求下面的Probability 其實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六史的 1.2技巧&我概念 不如先看看C1 他就說 要抽出來的那兩個參賽者 參加者 他們那兩個拿出來的東西 都是要獲得金牌的 他們要獲得金牌 強調 他們是從哪裏 不如拿一支highlight給你 參賽者是從哪裏抽出來的 是從獲得獎牌那裏抽出來的 看到嗎? 所以其實 如果你讓我做 拿張單看紙先說 如果你讓我做 我就留下這幅圖給你 其實我會這樣想 因為這條題目說 他說 參賽者 那兩個參賽者 是在獲得獎牌 不是獲得書卷 也不是獲得證書那裏抽出來 中共是從獲得獎牌這裡抽出來的 對嗎? 所以 eerste意思呢 就是這裡 有任何支持 我們先算了 64처리 加16 加16 加14 然後加18 所以vatore 在100個學生 在這裡 じゃあ 事實上 почему等一下 我和大家提醒 我們在螢光幕的右上角,我用紅筆 我們如果發現AND概念的時候 我章節二十都教過你的可能性那一課 AND概念,中文就叫做同 同在數學角度來說,AND概念是一個成的概念 至於我概念,中文就叫做或者的概念 如果你感覺到它是或者概念,在數學角度來說是一個加的概念 我都先給你,可以嗎? 而事實上,在這裡來的 我不如在這個位置做私拍吧 試一 其實如果你讓我做,我都覺得我會畫下圖 就是說你要抽兩個學生出來 我就會想第一下點點 第二下點點,對不對? 重申,原筆肯不出街 千萬不要出街給別人看 可以嗎?這幅圖是我教你畫的 你都不陌生的了 然後這裡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性 我方便大家 不如我記錄一個符號 我叫做拿銅牌的叫做B 我叫做拿銅牌的叫做S 投資法,拿銅牌的叫做G 好嗎? 而事實上,現在A派問你 就是他們要獲得銅牌 兩個都抽出來 所以其實就是你第一下 你要抽的參賽者就是要獲得銅牌 還有N概念 還有第二下你再抽的時候也要獲得銅牌 所以就GG了 你抽不到GG就GG了 所以在這裡,我們開始想 這裡有100個學生獲得獎牌 她說得明是這裡抽的 你不用考慮上面這些白色部分 所以在100個裡面 有多少是獲得金牌的呢? 獲得G的呢? 就有10個 所以第一個,下抽的時候要10% 還有一個成概念 就是N概念 還有第二下要抽到G 這是什麼意思呢?第二下,你不要忘記100個人裡面抽走了一個,剩下99個 然後上面就放你要的東西,你要金牌 而是上10個金牌裡面抽走了一個,在第一下,剩下9個 所以我也挺肯定的,應該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我用藍色筆,藍色筆這裡才是出街的 衣服圖再次重新,不用出街給人看,但你算了自己畫,OK? 所以我會這樣寫,P They both win 他們兩個都可以同時獲得金牌 它的Properity是多少呢? 如果你給我做,就會是將 100分之10,再乘回 乘回N概念,給你顏色 就再乘回這個,算了,不要給那麼多顏色 OK?上面都給了,再乘回 99分之9 所以如無意外,你按機這堆東西,或者其實你約都可以 你看都可以看到 上面約10,下面約10,即是10 來的 9一如9,這個11 下面就是10,即是110 上面就是1 OK? 那就是C19 好了,看看C2 C2說什麼呢? C2這裡 他就問你,叫你求求他們取得不同的獎牌 即是他們兩個選擇的時候,選擇的獎牌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來的,拿到新的單案子 一樣 我們在這裡,就做C2 跟剛才一樣,給他一些符號 如果我們抽到銅牌的叫B 抽到S的就叫銀牌 抽到金牌叫G OK? 好,在這堆人抽 所以跟上面白色的無關 總共有100人 OK? 那就是題目講的 所以在這裡,我自己也會畫一幅1,2概念的圖 就是第1下點點 第2下點點 然後在後面才考慮的確率 這個技巧應該都很熟 在我出題20的時候教的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因為輸不是用這個方法 我正在給你一些絕招 你都已經水深火熱掉了這一課 快點看我的影片 或者上課堂給點心機 OK?行不行? 隨便來找我 現在它說明的是什麼 你要找個Properity 而這個Properity是 他們的獎牌是不同的 而事實上,不如我先計算他們的相同 拿兩塊獎牌是一樣的 我不喜歡這些 那就一減它 可以嗎? 所以我用一減 一減不愛的東西就是你要的東西 這個方法 所以在這裡 我自己會在想 首先你可以兩塊獎牌都是BB 拿兩塊銀牌 所以我兩塊都是BB 除了BB之外 我選擇它 除了BB之外 你可以怎樣? 你可以兩塊都銀牌 SS 所以我有兩塊都S 當然 你解開它 你也可以怎樣? 就是兩塊都GG 不過我提醒你 兩塊都GG 我們在C1的時候就算過 所以我是你 我把C1的答案 這個位置 按下去 就是110分之1 所以這裡也不用計 直接我按 就是110分之1 我就放在這裡 可以嗎? 我們慢慢逐個想 首先BB BB即是要拿兩塊銀牌 那就是銀牌的機會是多少呢? 第一下要抽銀牌 就是100分之 有多少塊銀牌? 就是64 還有N概念 所以就是成 還有什麼? 還有第二下都要抽 抽個B 那就是第二下都要抽銀牌 銀牌 所以就剩下99個人 小心這裡 再分之多少? 64個銀牌 你抽走了一個 在第一下 所以剩下63個 好了 或者 或者就是加的概念 或者什麼? 或者就是加 加下面 就是第一下要抽S 還有第二下要抽S 所以第一下要抽S的機會率 就是100分之幾 S有26塊 是不是? 26 還有就是一個成概念 還有剩下的就是有99塊 99個人 而你剩下的就是抽走了一塊的銀牌 剩下25塊 所以其實在這裡就是25 好了 那再加 我把2的銀牌 再加 或者就是GG 或者就是加的概念 我概念 所以其實在這裡的 probability是什麼呢? 現在我先計的就是P 他們兩個都會有同樣的獎牌 那麼他們的 probability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把上面的這三個Case 加起來 就是一百分之六十四 再乘以 九十九分之六十三 再加 就是一百分之二十六 再乘以 九十九分之二十五 當然就再加最後那個Case 是一百一十分之一 那所以如果你如無以外 你按好機 這個應該是一一九三 就over 2475 而事實上 你現在不是計算他們要拿 同一塊獎牌的 probability 而是要計算那兩個人拿 不同獎牌的 probability 那所以 我剛才也說 一減不愛的東西 就是你要的東西 所以P 他們共同都是獲得不同的獎牌 就會等於一減不愛的東西 不愛的東西就是上面 就是獲得相同的獎牌 就是一一九三 over2475 那所以最終的答案 應該就會出 你按一按機 心算的話就可以了 就是2475-1193 那就是1282 就over2475 那這個應該就是 終極答案 可以嗎 那麼 查查看看大家 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好嗎 那我先給你一個詳細的答案 詳細的題目 好嗎 那當然 這個就是詳細的答案 那我縮細一點 試圖一張視角給你 好嗎 那麼 這裡我加了一些線給你看 綠色線就是A part 而紅色線就是B part 找那個 四分位數間距 可以嗎 那麼 給你們一個詳細的題目 這個就是A part和B part的詳細題目 我試圖放大一點 OK 我再次重新 這裡只是寫個答案 34和26就可以了 這些步驟是我私人聰明的 就是告訴你 我在圖上怎麼看出來 這堆位 OK 可以嗎 好 那當然啦 還有C part的詳細題目 在這裡 如果你覺得不夠後 按停就應該慢慢看 這個就是拍片的優勢 好了 這個就是C1的詳細答案 至於最後 這個就是C2的詳細答案 OK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